大家好,欢迎收看一波盆景 今天制作一颗公版的细鱼穿 也简单的给大家说一说 这些常见的摆数如何区分 冀州真摆的话 叶色色泽偏墨绿色 枝叶也相对紧密 然后也是现在培育繁殖的较多 价格也比较的亲民 也适合嫁接在各种中大型的摆数上 细鱼穿真摆常见的分为 八房和公版 八房细鱼穿它的摆数叶色嫩绿 叶形细长短小 适合嫁接各种小型的棚颈 而公版细鱼穿一般叶色成嫩黄色 真叶也是细长短小 且它的叶形成扇形生长 和侧摆都有相似之处 它的枝叶是对身横向生长 公版细鱼穿对比冀州和八房生长速度较慢 所以现在原生中的价格也偏贵 叶形相比八房也不够稳定 很容易出现刺化 台湾真摆和季州真摆的差别比较小 但它的真叶生长较为松散 所以抱团成球比较慢 而且台湾真摆特别容易刺化 另外刺摆地摆侧摆相较于真摆而言 常用于各种绿化 因为适应性极强也很好养护 侧摆生长速度比较快 装益养粗成型 所以常用于嫁接各种真摆 然后说说真摆的养护 真摆相对于其他杂木类棚 生长较为缓慢 比较喜光 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 相对于松来说比较耐阴 也耐寒 也能够耐贫瘠 尽量选用肥沃 腐质质丰富的土壤最佳 生长剂薄肥勤湿就行 胶水方面 干松湿柏 说的也不是让土壤一直湿着 让它干不了 依然是在不积水的情况下 保持土壤渐干渐湿 干透在胶有利于根系生长 经常可以给页面及枝干 喷水增加 它的环境湿度和空气湿度 这样能生长得更好 空气干燥 盆土营养不足 光照不足 通风不佳 大量的强碱 都会导致百树的真叶 刺化 一般在梅雨季节后 可以去除病之弱之 以及生长不好的枝条 生长过程中 只需要手动掐头 来保持百树的造型即可 真摆一招红蜘蛛 需要每月定期的预防 杀虫杀菌 这一次制作也是尝试 来拨拨舍利 然后也是一次 失败的制作经验 分享给大家 这个舍利 拨的确实有点丑了 建议大家确定好水线 先开小口褪皮 最后根据需要 在小口上慢慢展开褪皮 不要向我急于求成一步到位 工具上面也是操之过急 力度没有把握 导致一口气退下一大张皮 现在只剩下一半的水线 然后不仅舍利非常难看 也有可能切断树体的水线 导致死亡 大家制作的时候 一定要慢慢来 另外做柏树咱也是萌新 也是建议大家不要急于一次成型 我的原则是先钉大型 最后根据生长 去慢慢调整枝位 最后根据长成情况 再去除多余的枝条 像这一颗的右边部分 以及少量的结顶枝 后期都会去除舍掉 进行取舍 一方面也是防止 刚制作完 有些小枝条会失枝退枝 然后可以用多余的枝条来替代 枝条多总比少好 可以多保留一些余地 枝条保留的多一点 也对它之后的长势 光合作用 长根有好处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一起成长 我们下期再见 能够有失误的经验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以免再犯入错误 这是一盆昨天做的一个真摆 然后做完就觉得枝条 特别的拧巴 特别的奇怪 但是又说不如整颗做完 奇怪在哪 然后刚好如书回来了两天 然后看了一下 给说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这两个大支做的时候 潘扎丝是顺时针走的一个弧线 走的一个弯度 但是我的顶却是用反时针走了反丝 然后它的走向 也就和这两支做的不一样 这样就会导致我顶直的一个枝条走势 跟我这边两支走势是不一样的 就成了相反的方向 所以这样整个枝条会非常的不行 而且会把它枝条的一个脊背 弓在顶在前面 就是冲着人顶在前面 然后它的枝坐在后面 这样很难看 然后我估计不会再调整了 之后就是把这里拨通水 拨通水位线从这里拨下来 再接到这里 这样的话正面就有能观赏的地方 来打破它这个拿背顶着人 拿屁股顶着人的这种感觉 所以之后大家做树也要注意一点 丝不一定是要同一个方向 但是整个树体要根据你定式的方向 去顺势而行 不要像我这样顶着干 这个绳枝确实有点神啊 回 看这绳枝 不要那么长 到时候结在这儿 就在这儿 然后这一只其实不想要 但是今天不想拨太多了 就是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这一只想整颗拨成水利 就留这一边 到时候种的时候可能这样 然后只留在左边 这一只和这一只全部合成水利 然后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